好 周旭帶來關心柯文哲案的最新狀況 那稍早的時候柯文哲兩名委任律師 是陸續的離開北前 而且是不發育 那就是因為在稍早的時候是傳出 柯文哲是遭到了檢方聲壓禁見 那主要就是可能在這兩天的偵查的過程中 是有發現說了柯文哲可能是有串陣以及滅陣之餘 因此是直接的來聲壓柯文哲 那不過其實可以看到其實從昨天到今天 一直以來柯文哲都是在台北地檢署 來接受偵訊 那稍早的時候可能是在昨天 就已經掌握到了柯文哲 其實就是有一些相關的證據 證明說他有涉嫌貪污或是徒利的狀況 不過從昨天到今天 其實一直以來柯文哲 似乎是都沒有清楚的招待說 整個來龍去脈 以及是一些相關的一些 有沒有可能有金流被查獲的一個狀況 律師其實在今天一整天 是在北檢速度的進出 那針對案情其實是都沒有任何的透露 那但是為什麼會遭到生壓 是不是說其實有一些關鍵證據 已經被檢方給掌握了 或者是說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在柯文哲家的這些搜查 最有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確認 只是確認的說柯文哲在經過了 將近兩天的時間在北檢這邊 從昨天連政署到今天的北檢 附訊似乎是已經漸漸的遭到 檢方給掌握一些相關證據 因此柯文哲是遭到了檢方 提審前一晚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抵達台北地檢署 一旁擊滿群眾大聲呼喊推擠 場面相當混亂 疾管力經超過12小時訓問 柯文哲面帶微笑氣色不錯 不乏經營 單單幾步路 不時左看右看 心情似乎沒受到影響 從30號清晨6點多 檢連就抵達柯文哲住家 搜索將近5小時後 他不出家門被帶回連政署訓問 一直到隔天凌晨12點40分 被移送到地檢署附訓 但檢方都還沒訓問完 他卻表示要離開了 更不滿被當庭逮捕 申請提選 只是時間倒退幾小時前 我非常坦蕩 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明明在家門口還信心滿滿 說自己沒問題 卻在接受訓問時態度出現大轉變 如今已經在地檢署待了超過12小時 外界擔心柯文哲身體吃不燒 但律師說他抗壓性好 體力還能負荷 如今柯文哲仍還在台北地檢署裡面 從下午3點10分開庭到現在 要等到檢方訓問完 有關於金華城的案情之後呢 才會升壓 所以也就是說最快恐怕要到隔天 才會召開 寄壓庭 北檢回應 柯文哲在證訊時不願繼續接受訓問 還想直接離開偵察庭 告知他能先收席也被拒絕 就怕他離開偵察會更加困難 當庭遇之逮捕 而法官駁回柯文哲提審 等於變相背書了逮捕程序沒有疏失 這回提審多了一道程序 但其實只拖延了短暫的時間 似乎司法策略不如預期 反而讓自己白手折磨 其實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申請提審被駁回 律師有話要說 對於台北地院的裁定 我們會考量審慎提起抗告 質疑檢方車輪戰加上疲勞訓問 控訴不是先問最關鍵的金華城 而柯文哲也知道自行斗案 沒有24小時偵辦限制 不願一路被問到天亮 當下就想走人 檢察官訓問的問題 都是關於木可公司 跟政治獻金的問題 但是假官訓問完之後 因為柯文哲主席表示 他拒絕夜間詢問 所以假官就當庭預知逮捕 那假官逮捕的理由是 因為柯文哲主席 涉犯金華城圖利罪嫌 預知逮捕 柯文哲的申請提審被駁回 北檢再次召開偵查庭 要來進行復訓 但當下明明都還沒有問完 金華城的相關案情 卻能從法官駁回的理由 當中發現 檢方早就決定要 深壓柯文哲 柯文哲指出 當時檢方還沒問金華城案情 沒理由用這案件 認為有羈押必要而逮捕 法官則認為 雖然他自行逗場 但檢察官本來就會訓問 有關金華城的案件 檢方甚至主張 申請人有羈押原因和必要 依法逮捕有據 由於法院已經駁回提審 等於同意逮捕程序沒有問題 加上柯文哲律師 如果10天內提起抗告 還得經過高院 不會太快有結果 要是同時間 柯文哲被深壓 甚至被收壓 並不會影響到案件 偵查的程序 而檢方這回還沒訓問完 就當庭逮捕 換句話說 訓問過程時 就認定柯文哲 在金華城案中 符合羈押的條件 變相預告將會深壓 至於涉案多少 只有柯文哲自己最清楚 地獄新聞最後報導 金華城容積率問題 在台北市政府 已經陳情了很多次了 但是這個會議 需要由都市計畫委員 還有其他市府的人員來開會 最後還是要由市長來拍板定案 也因此前市長柯文哲 才會涉嫌突離罪 在會議上 大部分都市計畫委員 都不贊成讓金華城提高容積率 但最後一里路是會議主席 柯文哲贊成蓋帳後 金華城容積率 確定通過提升1.5倍 又別於北市議員應小微 柯文哲涉嫌的是突離罪 如果單純只是突離廠商 那如果沒有辦法查到金流 因此有對價關係 證明說這個突離廠商的本身 因此他獲得什麼樣子的好處 沒有收受賄賂的話 那單純突離罪 突離罪也就是明知 這結果是違法的 仍讓自己或其他人 得到不法利益 金華城弊案從今年5月分 他自然調查 這個月開始 簡聯大動作搜索約談 第一槍是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接著一週內在陸續約談 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還有證人超過30人 說往前將台北市議員應小微 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金帶回征訊 兩人涉嫌賄賂都遭到收押 由此可見這些人的公辭 似乎都指向柯文哲 由這些之前證人的證述 來質問這個最主要核心的這個 他們主要叫針對的對象 那這些質問的問題 最後收網的一步就是 把首謀給找出來來問他 先把周遭的證人和相關人都找來約談 所有證據和公辭齊全後 緊接著最後一塊拼圖 就是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過兩大巨頭前市長和前副市長 都列為被告 兩人的妻子都是證人訊後請回 卻被查出賬戶裡面有異常資金 如果涉犯土利罪證據屬實 是貪污治罪條例中五年以上重罪 金華城必案延燒柯文哲身陷危機 TVP中央軍事配語台北採訪報導 曾把北市第一魚果市場改建 作為競選連任的選舉政見 但如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陷入金華城案被約談 魚果市場也被視為下個未爆彈 居然編了50億要給中工 把這些樓層蓋回來 這難道不是圖利嗎 直指魚果市場和金華城有關 因為營造廠商就是維京集團旗下的中華工程 當時柯市府總預算只編了140億 四次招標 兩次流標 只好減相發包 讓中共125億得標先蓋五樓 六到八樓再用追加50億元 預算蓋完 遭質疑柯文哲當時是否圖利 神慶金 藍綠連調查小組成立的機率 都不願意成立 還有今天想要刻意的拿出來操作 這擺明就是無限上綱 但議會還沒詳細調查 北檢已經分兩組人馬 要對柯文哲五件齊發 因為五彈案被指圖利財團的金額 粗估高達三百多億 除了這次金華城案和魚果市場 與維京集團有關 另外還有台志光 南港轉運站BOT案 北市科涉嫌圖利二十多億 還傳出有港商當初要投標 卻被勸退 柯文哲市府為了星光人壽 而去勸退了 這樣子一個優質的廠商 而且他是有實力 那為什麼柯文哲 你們為了星光人壽 而捨棄了這樣子的 一間國際公司呢 北檢借金華城案 想徹底把五大案辦一辦 柯文哲短期內要脫身 恐怕很難 TVB的新聞張家寶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柯文哲 謝謝柯文哲 聲援柯文哲要求檢方放人 館長陳志翰一出現 就像摔角拳手一般 歡呼聲不斷 情緒來到最高點 如果有證據去檢查拿出來 柯文哲收了多少錢嘛對不對 對 讓我們這些人死心嘛對不對 對 就像鄭文燦一樣對不對 對 原本柯文哲被約談的第一天晚上 因為先前曾喊話要包圍地檢 第一時間沒出現 讓部分支持者很失望 隔一天終於出現 再被檢 如果是檢察官我不壓他 X我不是很沒面子 不是證明我昨天都是弱智嗎 我搞了兩天的弱智 我累死各位 累死警察累死媒體 他現在面子撐X 撐的也要壓他我知道 韓民衆黨中央態度一致 認為檢方是針對性辦案 現場除了有人挺也有人不懷好意 他們跑過來搶我的直播 幫不讓我這邊直播 我距離他們已經100公尺 警察說我可以安全的站在這邊 他連讓我站100公尺外直播都不可以 我好難過 我好害怕 刺殺貓到現場直播 先是被丟水瓶 又被搶自拍棒 對著鏡頭哭哭說被欺負 他們就欺負我一個女子 全黨只會欺負我一個女子 老哥你要當正人 我也當正人 網紅們有的一開始就是柯黑 也有的是油白轉黑 白色力量 藝人雞排妹過去挺柯很用力 但這回柯文哲被約談 在星期五晚上包下餐廳慶祝開香檳 我們給他集氣給他勇氣 然後我們也會陪他一起走下去 好不好 好 暖心打氣講著講著其他黨員 煽然淚下一度哭到講不出話 柯文哲被當庭逮捕後 宜蘭小草沙龍會客室的開幕日 沒有黨主席現場氣氛及啟壓 是有點擔心啦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是希望 柯主席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才能夠做長期的抗爭 不氣餒繼續挺柯文哲 宜蘭的黨員落淚湘挺 在台北地檢署外頭 不少小草們北上支持 甚至幼的人長到落淚 只覺得你們比國民黨對付陳水扁 比這更快的方法要來對付柯文哲 要證明是鐵粉 帶著柯文哲拼市長連任的競選帽子 小草們不為高溫其聲援柯文哲還互虧 牧使柯文哲被司法如此對待 小草們往北檢聚集 但是自動自發還是被黨號召 因為網紅四超貓曝光民眾黨立委林國成 在群組對話高喊很明顯是政治打壓 揚言穿草鞋幹到底才有明天 還出現了公然妨害他人的秘密 虧視他人手機資訊 散播於眾的事情 我們真的表示非常的遺憾 丁國成委員 他只是在那一連串的討論當中 反映出很多支持者他們的心聲 民眾黨駁斥黨內動員小草北檢集合 就怕屆使現場小草亦有風吹草動 脆弱的白色力量可經不起 再加一條煽動罪名 TVB新聞朱光宏 檢大成劉俊延宣台北草國島 謝謝大家 加油 加油 深深一鞠躬向小草道謝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一聲黑 也到北檢替柯文哲聲援 台灣民眾黨 絕對不會被解放 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跟小草們一起靜坐 黃國昌作為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之一帶隊前往北檢 準備好長期抗戰 立委議員黨公職配合排班 朋友的說法 完全不符合法力的ABC 陳昭芝說 一方面關心在場支持者 一方面萬一柯文哲可以出來 也有自己人陪伴 但直接對演大批員警 多少都是壓力 而且群眾運動黃國昌再手吸不過 只是隨後前立委蔡壁如也來了 先給黃國昌一個擁抱 情緒真的很難壓抑 又是陶柯文哲現階段處境 他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徵訊 我是擔心他身體上面吃不消 所以還是拜託主席 把自己照顧好 也許是長時間 要往後可能就是長時間的 這樣的司法的一個 我不知道 我不敢講說是逼迫或者是要訓穩 但是我還是希望他身體 要能夠保持健康 講到哽咽直下午 沒見立委黃珊珊身影 或許還在陪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穩定情緒 前一天從柯文哲住在愛陸陪同 直到凌晨才離開北檢 沒幾個小時再度回來 柯文哲委任律師之一鄭申原是前特徵組檢察官 陳真曼民進黨立委科技民官說案 前總統陳水扁二次經改案 以及林一世收匯案等重大案件 2014年轉任律師 但他四年前曾被指控性騷擾或不起訴處分 我加入台灣公益揭壁及吹哨者保護協會 是因為我想盡自己的一份心力保護吹哨者 這個協會是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創立 鄭申原擔任理事兩人交情深厚 擔任柯文哲委任律師可能也是黃國昌牽線 至於這回柯文哲提審庭 以及彭鄭申積壓庭的審理法官 是台北地院法官朱嘉義 由北院劉德華的稱號 司法官學院49期畢業 台大法律系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塑事 而他過去曾審理立法委員集體收匯案 創下53小時馬拉松開庭記錄 也曾經守前檢察總長黃世民泄密案 國華人壽掏空案 太陽花學運以及劉喬安性交易案 至於柯文哲林明律師 一大早帶著大堆資料抵達台北地檢署 針對提問不願多做回應趕緊上樓 他是柯文哲委任律師之一陸正義 和柯文哲關係密切 2018年葛特曼契捐案 他就陪同柯文哲案領申告 2022年高宏安涉嫌炸領助理費 陸正義也是民眾黨團委任律師 這回黨主席柯文哲成了金華城案被告 再度成為委任律師 柯文哲這回面臨生涯命運 得看王白律師團有沒有辦法替他解套 TVB是新聞綜合報導 北檢門口前聚集近50名挺科民眾 北市警方不敢大意 兩側出入口大門前全戒備 民眾周圍也都加配警力 門口四周還圍起巨馬鐵馬固籃 就連警察局長也親自作證 警局長表情嚴肅皺著眉仔細聆聽警力分配 金華城閉案31號凌晨 檢方約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許多科分守在北檢門口 警方出動30餘人 並架設鐵馬護籃 天一輛人越聚越多 現場進行嚴格的管制 就連車道兩旁都已經圍起來了 就連記者要進入都需要記者證 出入口都有員警管制 不是誰都可以隨便進入 就連警察送案 掐公民眾都要出示證件才能進去 因為現場民眾越聚越多 北市警方陸續增加人力 現場警力來到百人 不同意見的民眾有互相叫囂情況 警方會先舉牌警告 必要時需要進入人群勸阻 目前這場活動 那群眾在場都是和平的表達訴求 那假設群眾有非理性的舉動 那我們分局會依照現場的狀況 採取必要的措施 由於案情還沒有告一段落 北檢外人潮似乎沒有退去 擔心會聚集越來越多人 轄區中正一出動一半的遠景 大安大同分局則各派20名警力來支援 依現場的情況隨時需要增加人力 警察局將派人支援 為的就是讓外場秩序能夠平穩 TVBS新聞告知有網路上台北採訪報導